一間公司就像一個國家 會有很多個山頭 能夠攀上一個又高又多樹木的山頭 就可以樹大好遮蔭 不用怕風吹雨打, 富要直上 從而得到自己想要的東西 這就是接龍其中一個山頭, 歷年山 歷年山除了有業績很好的尋寶圖 還有市場佈劃, 工業 雖然他是騎場頭機派 但是有時候都會站在老婆那邊 做歷年山的人 艾頓壯是我同期的MT 被譽為清潔部小王子 好得班娜姐的愛惜 可惜清潔部根本沒有資格 被稱為山頭 原來清潔部也是歷年山的分支 就是間接都是歷年山的人 阿壯算是沒有上山 米, 今晚有空嗎? 我們MT有聚會 浪費時間 把這群公司食物鏈的最低層 有用嗎? 我的人生浪費不了這個時間 對不起, 今晚要加班 可憐, 下次叫你吧 下次一定到, 加油 這個山到底上不上得過呢? 我大哥來了, 他管的行政部 和Ivan管的IT部 都是歷史山的人 即是我算是這座山的山腳 我一定要成為這座山頭的高層 才會有運行 細龍先生, 早安 小鵬腩很好吃 我聽說成本不知怎麼辦 有點傷心 謝謝你, 細龍先生 不然我也不知道原來有這麼好吃的 小鵬腩 是呀 好吃吧, 我吃過全香港了 這裡的小鵬腩認第二 也沒有地方認第一 好 原來細龍先生, 你也這麼喜歡吃小鵬腩? 我也是的 我以前叫燒味飯, 你一定是叫燒腩仔 我叫得多, 燒味人簡直叫我燒腩仔 這麼喜歡吃燒腩仔, 有沒有肚腩仔? 當然有個大的肚腩仔 媽咪, 吃得多久了 有趣… 你這麼有趣, 下次來吃燒腩仔 叫你吧 謝謝, 細龍先生 不如看看電視 你給我看看 真棒 細龍先生 聽說你喜歡打網球, 是不是? 你怎麼知道? 當然了, 你打得厲害 就全個摺龍都知道 對了, 我以前都是網球校隊 如果下次細龍先生你想打球 又找不到人陪我, 我可以陪你 行…下次打球, 連你也打吧 好… 你打得很厲害 是呀… 神叉, 有個想法一直想跟你說 讓你給意見 好, 告訴你, 趁現在有空 Saketel 行啊, 熱Saketel 人家知道細龍先生最喜歡喝 熱Saketel對溫度的腰狂很高 Andy, 專程替你燙熱了 這個時候喝就剛剛好了 馬上喝… 知我者, 莫弱你 來… 知我者 這些粗粗的當然是讓我做小的來 細龍先生 等一下… 不是, 洗完沒? 每天都放不掉 每天醉水都是你, Peter哥 你腿不要那麼出色 我就不會擊傷, 就不會弄成這樣 這樣吧, 其實我是合燈的 你不明白嗎?我講廣東話說得遍 其實我是故意遷你 說真的嗎?我皮大哥跟你無仇無怨 你怎麼會這樣搞我? 雖然知道我也是一個拆鞋界的傳統 我怎麼會看不出你有一夥拆鞋的心 不明白 明白, 我說明白一點給你知道 這個山頭雖然很大 但是不能同時容納兩屋的拆鞋子 所以你不用知道拆我正在拆鞋子 知道嗎?還有一個好消息 告訴你, 你剛才推銷的計劃書 我替你推銷給世鴻山 他說非常好 不過我說的想法是我想的 你負責打字而已 怎麼搞的?你善我不得知 你還搶我的功勞這麼卑鄙? 卑鄙?你說我卑鄙? 我卑鄙比你卑鄙? 未經我同意在山頭雖然插棋? 你憑什麼? 知不知道世鴻山前期我何時插棋? 她媽媽就是我表姐 她出生的時候, 我已經插棋子 你才跟我爭你 阿Dee 不過, 我也是一個講道理的人 如果你真的想在山頭找吃的話 不要緊, 很簡單 跟我做我的小孩 做你的小孩? 就像Andy那樣 凡事都要先問過我 徵求我同意才好說 還有, 你要記住 跟世鴻山接頭的人 永遠都是我一個 你明白嗎? 還有, 這件事只是小情大戒 真的有下次我保證你接我沒運行 怎麼搞的?這樣也行? 跟大哥而已, 也有陳阿飾 為什麼我不能跟大哥做他弟弟呢? 要有大哥的弟弟的弟弟呢? 我不敢心 看來留在徵士山也沒甚麼作為了 要不說我做甚麼都會被Peter打壓 永遠都不會有出頭天 我是不是應該上另一座山呢? 舅父, 你真的很離譜 你交給我那份合約 錯落百出的 你別這樣了, 你相信我, 不會休閒 歷年山好像不錯 雖然大小姐身邊也有一個 像Peter那樣插了幾十年期的KC 但KC這份人又沒甚麼大作為 阻礙不了我上位的 大小姐, 我們來了 這麼遲?我等不及了 我想快點試試鑽石吸水 你按摩療程 還有個魚子醬面膜 還有個保加利亞玫瑰蝦 我沒有一次過做完 舅父, 你還在做甚麼? 大姐, 快點回去改合約吧 好, 再見 再見, KC 再見… 他們不斷說女人的事 我很難把他埋怨, 怎麼做呢? 叫Mike, 書務部主管 早安, 大小姐 你們什麼時候這麼熟悉? 大家同事日見夜, 見得聊很快熟悉 而且Mike這份人很好 你知道他救了我嗎? 不然我就要跟Philip做勞作做通宵 只是舉手之勞而已 還這麼謙虛 現在真的很少年輕人這麼划算 這麼有熱誠 Mike這份人聰明又聰明 將來一定會幫到公司 連送總監也這麼賺你? 只是送總監給我機會 小年, 你先點東西吃 我去洗手間 慢慢來 大小姐, 你要好咖啡嗎? 我幫你喊 我自己才喊 你通宵幫我們Philip做功課 你想討好送總監, 賣我去嗎? 是, 大小姐 其實我一直以來都當你是偶像 我很希望跟你學習 希望你給我機會 我願意為你赴湯道火 你這麼說, 真是想當我的男人 沒錯 只要可以成為大小姐你的人 我在所不惜 今晚七點, 黎明孕飯堂 謝謝大小姐, 我…我會準時的 你怎麼這麼晚才來? Philip仔, 你在這裡? 而且你怎麼喝酒? 小朋友不能喝酒 你真是傻, 不是假裝的 我還沒成年, 怎麼喝酒? 提子撿禮而已 還有, 你可以叫我宋先生或Philip 宋先生, 那只有你一個? 你怎麼喝酒?爸爸媽媽呢? 今天約你來的是我 我媽媽跟我說你多做得事 要我給你一個機會, 收你做小姐 小姐? 這份是電腦功課, 要做電腦功課 而這份就是要做機械人 還有這份就是端午節掛飾 下個星期一前要 你買完材料之後 去我媽媽的秘書那裡清理錢就行了 什麼? 宋先生 我知道你沒問題 只要你能幫我 我就會在我媽媽和爸爸面前 說兩句話 即是大小姐今天叫我來 不只是替Philip仔做功課? 好 我是不是做了一個小孩的小孩呢? 為什麼呢? 為什麼我硬是不可以做大哥的弟弟 現在還要做大哥的兒子的小孩呢? 為什麼呢? 我不甘心 看來三太太真的很寂寞 是呀, 像Peter所說的 插棋就親早 雖然阿Joe還沒回來 但是我是不是應該親早討好三太太? 只要能夠埋到他身 我就是三房的人 將來阿Joe也會聽媽媽說 視我為親信的 你… 是, 三太太 為什麼要用這個眼神看著我呢? 不要讓我猜中 你是不是在想我, 在想那件事呢? 想什麼? 大家成年人就坦白點 一如今晚七點鐘長島酒店等我 房間號碼, 待會發給你 我現在回去洗個澡 再見 拜拜 你現在看的是TVB USA 官方頻道 想看更多TVB 精彩的節目片段 就快點按下這個鈴鐺 訂閱吧